混账 一个小小的李长风 丑错病的 竟然敢和我封独城作对 有了 这个李长风 实在可恨 每天才有听话就不耐了 他们将所追悲 正因为他挂下了知名高魂 他们封独城 每年一直少少万一千多个王魂 不过 今天就每天只得了 这可还了得 光要亲自去会会这个 天命神算李长风 看你穿到华丽 来晚了 怎么说 天命神算李长风 每天只看我挂 没挂手艺 几十年都没骗过 现在里面有一个 怪不 有刺 你排老六 排不到你了 嗯 是啦 你 今末交战 又有千万充 今日阴谋之时 就是他的结束 你胡说 你给我出去一段 要不然我伤了这些破屋子 陈日记 李大师说的没错 我经常会梦到 开车的时候 刹车失灵 看来这是一种预兆 所以我前来求解 真的 老黄 咱们不信这个案 我就不信 但今天不许这个案子 还能被他做 李大师 请要能救我这条命 抽到二枪我的案子 一枪了 不对 一个一 买我这条命 天命如此 非人力可费 钱能买来世间万 但他买不了你的命 挂金一百 二位请回吧 走 大师 这十几年 我资助了八十多岁西方小区 属于万纪的孩子 等着我来救助 大师 我死可以 但我死了之后 那些孩子又辗血 唯一无靠 大师 我这个并且改命 你就看那些孩子的面子上 你救我一命吧 大师 我真如此 李 这位胡柯先生 的确是一位大慈善家 好吧 今日 我就祝你 度过此节 现成 去拿一个纸人 和一个纸车过来 是 爷爷 胡先生 请你一滴血 滴在纸人的眼睛上 开你身 开你面 开你七峭海相见 你胡可同姓名 是 我还需要你的戏本 快把你的上衣脱下来给我 好 李大师 这纸糊的汽车 怎么会弄呢 现成 快把这个纸人 这个纸车 把这个去烧了 是 李大师 来 嘘 李大师 这准备破解了吧 回家说回家说不好了 不好了 你这坐下在外面被车给撞了 又着火了 幸好里面没人啊 李大师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啊 我天悦神算 你又不虚传呢 这个李长风 就是故弄玄虚的江湖书人 你们大家都被李长风给骗了 为何何出此人呢 李长风 你经常给别人算命 你给自己的孙子算过吗 我想让你今天 给他算上一卦 你孙子李贤臣 几时死 我孙子贤臣 他有福报 受享一百零六岁 善终 不对吧 你我看 他呀 活不今晚三更 我知道 有本事 从我来 有本事我孙子 我让你弟子 也是不得安宁 好 我今天就给你赌一挂 如果你孙子 活得过三更 我明天 献上百万 向你谢罪 我活不过三更 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破房子 当全阵的百姓都知道 所谓天命神算 连自己的事情都算不清楚 不过就是一个 妖言祸中的江湖骗子 这人是谁啊 这么狂 那是阎王 阎王让你三更死 你绝活不过天命 李贤臣 我看你怎么活过三更 秦臣 今夜 白鬼丰门 爷爷会在院子里面 为你护法 这个八卦锁魂阵 会锁住你的魂魄 防止 再三更夜 黑白无常 来勾走你的魂魄 切记 不管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千万不要出声 不要争议 我记住了爷爷 好 李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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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李贤臣 倩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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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爷爷 都怪爷爷 写露天际太多 没想到 我給你招來了殺生之貨呀 哈哈哈哈 我可以救你 姑娘 他的魂撲被吳城勾走 你你真的能救回他的魂撲啊 當然 海丁華蓋可以出天門 六兵六甲獲勝 千魂靈智 急急更新 雯熙歸來 小心 千魂 你醒了 千魂 你終於醒了 你誰啊 你誰啊 你不認識我了 我是你爺爺啊 我還是你爺爺呢 姑娘 怎麼回事啊 他魂魄離體導致了失意 看來 需要慢慢呼 哦 人沒事就好 人沒事就好 姑娘 你可是我們李家的大恩人啊 我簽名神算李長峰 那可是 有恩必報 姑娘 請問您遵行大名啊 不必了 他的劫難皆是因你而起 若想保他平安 從今日起 你必須專門作養 一輩子不得再習慣 恩人教會 在下謹記 是 再見了 少爺 少爺 從那以後 我爺爺真的成了一個啞巴 鎮上的人 見他不再開口 於是 我就成了他們尋光的對象 你著急關門啊 我找你看看好 哎呀不會你找別人吧 哎呀 想撐 你爺爺是神算 你就是神算的傳人呀 雖說你爺爺啞巴了 但是 不找你找誰呀 你說什麼 行行行行 那可別怪我說話直啊 劉寡婦 你們要結婚呢 要什麼寡婦不寡婦 記住了啊 以後啊 他就是你嫂子了 江志哥 實話告訴你吧 他是克夫命 嫁誰誰死 你放屁 你才克夫呢 你全家都克夫 信不信有你吧 他的八字 日作商官 是典型的克夫命 他前面都死了五任丈夫了 江志哥 你要娶他 那就是找死啊 兄弟啊 我今天來呢 本就是想讓你給我看一個結婚的吉日 你這說的什麼話呀 什麼克夫命 我強志就不信這個結 今天就結婚 晚上就讀訪 強志啊 我的老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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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志哥 江志哥 事實看來 你真命也無恙啊 我的老公 你的老公 哎 我走 哎 去哪啊 跟我走 姐 嫂子 你幹嘛呀 是你說我有克夫命的 既然你們看出來 那你肯定有辦法給我破解 不是把我破解破解 嗯 能破是能破 就是不知道 嫂子你願不願意啊 我這都六人管不了 我還有啥可以 所有 你面相上有兩顆痣 陽面上一顆 陰面上一顆 只要用陰陽刀 斬了這兩顆痣的根 你的克夫命 就破了 啥是陽面 啥是陰面 你臉上的這顆 就是陽面的痣 陰面那顆 在 陰門 好 你快幫嫂子 把這兩顆痣除了 啊 嫂子啊 就好 好 靠勞靠勞你 嫂子 你真的不介意嗎 废話 難道 你還想繼續看我當寡婦呀 快來 啊啊 啊 嫂子 那你可得審吃點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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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沒了 啊 啊 嫂子 非禮無事 另一顆 我必要給你做 哎 哎 你蒙著眼睛做什麼 萬一 是不是地方了呢 可 可是那地方 哎呀 依者人心百無禁忌 火動建議 你客氣什麼 來呀 啊 這樣 能看清嗎 夠了夠了 嫂子 可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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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嫂子快穿上吧 啊 前晨 我最近 火氣比較大 你過來 幫我看看 啊 怎麼了嫂子 啊 你 你 嫂子 嫂子 哎 哎 放掉 放掉 別讓這了 嫂子 嫂子 你不敢放 我爺招還有事 我先走了 啊 前晨 哎 嗯 真的是 好瘦 嗯 啊 這是爺爺留下的 前晨 三年前 那次招魂 招來的並不是你的魂魄 爺爺走了 臨行之際送你一句称言 小已於是 欲坤謀挂 也走了 欲坤謀挂 坤主皇 難道必須要給姓黃的人存掛嗎 嗯 嗯 你就是天命神色的傳人李虔誠吧 你就是天命神色的傳人李虔誠吧 啊 啊 是 女女您歸姓啊 我姓黃 南城皇家的大小姐 你姓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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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下啊 我馬上回來 黃小姐 黃小姐 我看你煞氣淋頭 家裡應該是惹了不乾淨的東西 怎麼說 你月角塌陷主母盔 領堂應該剛過世不久 日角有岸班 父親必然卧瓶在床 恐怕 你命不久矣啊 你怎麼知道我媽已經過世了 還有我爸的病 真的那麼嚴重啊 你爸不是得病 而是撞邪啊 神啊 真是神啊 從你的面相我還可以算出來 你的哥哥和弟弟的心思 時間應該都是在半年之內 我說的對嗎 對 對 這命神色果然名不虛傳 你真的是大師啊 雅若 不是要看伯父嗎 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我在請李大師 給我辦事病啊 他能掐會算 光是看我的面相 都知道我媽過世了 而且他能算出我跟過弟的事呢 大師 就他這副年紀 他明擺著是個騙子嘛 黃小姐 你來搖一根籤 我就能算出你父親衝撞的邪碎 來幫你找到破解之法 嗯 好 小子 別在這兒裝神鬼 敢偏雅如 老子弄死你 哎呀 少傑 他算得真的挺準的 我爸真的好像是用邪了 你知道他試試嗎 雅若 你就是太善良太容易被騙了 這種狗東西的話你也信 他就是便著法套你 然後騙你個錢 有的 還騙財騙色 嗯 這位先生 我看你面相太罪犯衝 今日必有血光之災呀 你說我有血光之災 沒錯 從您的面相推斷 你今日活不過有失 放屁 你他媽敢救老子 你不是算得挺準的嗎 那我問你 你今天會不會中家 少傑 說 怕了 你說 你說 你今天 會不會中槍 不會 撤 這些 是你的醫藥費 啊 啊 啊 這下木槍怎麼會嚇唐 媽的 我一定要弄死那個賣我槍的分子 先生 流了好多的血 你該去醫院吧 我 你小子給我等著 聽老子養好老鼠 老子怎麼弄死你 呸 哎 你這人 你怎麼說你吹完了 你還吐我一臉 你還吐我身上 你 你該不道歉 我 你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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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算了 天要使其王 必先使其狂 天命如此 你攔不住他 我是窮 我不是賤 但是你不能把我當 偷偷要踩到腳底下 我踩死你 你踩死你 啊 今天老子正好有勁沒處砸 遇見我 算你倒楣 吹死 吹死 你給我倒下 啊 啊 啊 我擦老子的骨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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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偷我 我最后说了一遍 我是窮 我 我不是賤 你和我的命一样 大不了一命第一 啊 啊 啊 死人了 放心 放心了 不用了 那个大叔会逃安自首 然后被判正当反卫 无罪释放 啊 快去 喂 喂 我要同安自首 我杀人了 我 我 我要正当反卫 你看看时间 好 五点 你看 刚好有事 太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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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您这是神人啊 对了 你刚才说我爸中邪了 麻烦您去我家看一夜吧 好 请带路 赵神医 我儿子四海现在怎么样了 我先调入了黄先生一口气 回去试完药 再过来救治 无病啊 黄先生不是生病 而是撞邪 黄口小儿 你怎敢如此信口词黄 黄先生 既若有私 精气亏损 需要补药来充盈精血 你竟然说他没什么病 那我倒要看一看 你到底能说出来点什么 大叔 这小子是谁啊 冒犯了赵神医 以后谁还给你爸看病 爷爷 这个是李前诚李大使 他可是天命神算的神人 天命神算 黄家小姐呀 你这太容易被骗了 这小子一看 不是来骗财的 就是来骗色的 赶紧给他轰出去吧 不是的 李大师是有真本的 是的 他刚刚还算死了张少杰呢 啊 黄小姐 可不敢妄言啊 张少杰命中有此一劫 可不是我算死的 张少杰死了 就是那个一直对你死缠烂打的 张家大少爷 对就是他 本来今天好好的 结果李大师 结果李大师 只是关他面相 就断定他今日 必有雪光之灾 而且还说他活不过有时 结果刚到五点 张少杰就被一个清洁工给捅死了 啊 李先生 你说小儿四海不是生病 那为何一直昏迷不醒啊 哎 黄老家主 你该不会相信这黄头小儿了吧 赵神爷少安无躁 且听着这个小子说下什么啊 气从头走阳寿已尽 气从脚走一百难寻 右头右脚 风水源头 这是风水问题 哈哈哈哈 风水问题 小子啊 你脑子不会是坏了吧 黄四海现在昏迷不醒 这跟风水有什么关系啊 一派胡言 你居然说我们家风水有问题 我们家风水谁看的 那是已故的业界太斗 江湖传闻的祖贺大师亲自看的 你小的毛都没掌权 开口就妄议我们家风水 但凡懂得到好的 都知道我们皇家的风水 那是日渐顶上 爷爷 要不还是听你李大师怎么说吧 黄老先生 最近三年 皇家是否每年死一名男性 这 最近三年 皇家媳妇只要怀上男婴 就会莫名其妙的流产 而且你半夜总是梦到仙人托梦 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不笑 我说的可对 小子 你不仅阻止皇家这一代 你还阻止皇家下一代 你居心何在 皇老家主 我建议 你闭嘴 皇老家主 你不会是被这小子给迷惑了吧 今日的薪酬 我待会儿会打到你照顾上 诶 送客 好好家主 请李先生一定救救我们皇家 你现在信了 当然信了 要是我这三个儿子接连死去 外人都能打听到 可是我这三个孙媳妇也连着流产 外人没几个人知道 而且老夫近日经常做噩梦 梦中我老爹每天指着我的鼻子骂 骂我不笑啊 那是你神算 一定要帮帮我呀 我就剩下一个残废儿子了 他再一死 我们皇家可真的要绝后了 黄老先生 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你为什么不找其他人看看呢 我也找了 就连祖和大师的关门弟子 何忠天何先生我也找了 可是他们都说没什么问题啊 黄叔叔神魂即将离体 阴气头脚双走 这是祖坟的问题 我先施法 将黄叔叔的神魂稳固 然后我们再去祖坟看一看 好 李先生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银针四肢 朱砂三前 鸡血一碗 我还需要童女之血 这个时候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这 处女也行 爷爷 我 你这死丫头你不会已经 爷爷我没有 我 我只是怕疼 这都什么时候了 带你拿一些军吧 快点 快点 天地神魂固有其形 魂魄固守愿宝长生 三魂七魄皆归本位 积极入律令 李先生 这就可以了吗 不行 他这样只能坚持三天 如果还找不到皇家祖坟的具体情况的话 黄叔叔还会死 那 是不是一致 我们现在就是皇家祖坟 皇家祖坟的风水没有问题 此乃八方俱才的格局 不好 是这两棵松树做的怪 啊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何中天何大师亲手种下的 他说这两棵龙松可以保佑我们皇家百年子孙兴貌 粗手连绵 这不是龙松 这是幽冥松 他专门吸收阴气 如今你皇家的气韵几乎被他吸干 大吉便大凶 这是有人要你们皇家断子绝孙呢 这 那李大师这该怎么办 先让人把树挖开 看看里面的情况 好 都愣着干嘛 赶紧挖呀快点 李先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皇家祖坟怎么会邀起重天 这两棵游明松根系扎得太深 动了你们皇家祖坟地下风水方位 如今阴阳颠倒五星失和 你们皇家百年来积的阴德全都被他吸走了 啊 李先生 那该怎么办呢 改为一拙 重塑乾坤 还求李先生救救我们皇家 快快请起 我既然来了就会帮到底的 你和皇小姐往后嚷嚷 我要施法了 好 你平八卦 带我去使 住手 快住手 你们疯了不成 你们尽敢等我师父当年布下的风水大局 说是破了风水 这可是要给皇家带来冰顶之灾的呀 何大师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皇家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谁说的 这些谣言豁重 黄老 你若是不信我 难道还不信我师父祖贺大师吗 我说的 哼 如就未干的小儿 看过几篇风水术史之书 就敢随意给人家看风水 还破人家的风水 这可是风水大击 何仲天 你是风水大师 那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那两颗幽冥松是怎么回事 皇家男性断绝又是何故 这 什么幽冥松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何大师 我们皇家近年来诸事不顺 接连死人 我派人去请您 你又一直没空 今天正好来了 你也帮爸爸给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我们皇家祖贩的问题 放心 这个我早已算好 你们皇家今年是枯木逢春之年 过了今年 明年必将行大运 真的 皇家今年确实是枯木逢春之妙 只不过 逢的这个春就是我 哈哈哈 臭小子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这些年来 第一次看到这么厚脸皮的人 这能让皇家枯木逢春的 当然还是何大师你了 那何大师你就帮我们皇家度过此劫吧 皇老 你可别忘了 刚才那两颗幽名松就是这位何大师种下的 而且枯木逢春也只说了一半 如果今年皇家平安度过 确实会开大运 可如果度不过 皇家就会断死绝孙家破人亡 你胡说 你这臭小子危言耸听 皇老 你是信他还是信我 是这 爷爷 我们信了何大师这么多年 我们皇家此次遭遇这么大的难 事前他没有任何的提醒 如今李大师来了他才现身 我看我们皇家能有死结难 全部都是他惹的祸 皇老 你不信我 难道还不相信我师父祖何大师吗 你忘了 这个祸可是我师父亲手布下的 保佑了你们皇家几十年的财运呢 你若不信我 我现在就走了 何大师 您这说了半天也说不知我所以然来 如今我儿子还躺在病床上 我要再不救 我们皇家可真的要断子绝孙了呀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枯木逢春 过去时间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 那是几个时辰 几天 还是几年呀 对呀 你 无知小儿 李大师 还是请你出手吧 我儿子四海 卧床多年真的是不能再等了 好 没问题 好 我都要看看 这个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 等到你们皇家风水殆尽 到时候看看谁还能帮你们 黄天后徒大日炎炎神的火天降居邪备修 这八方聚才阵已经被我改变了方位 就算我师父祖和在世都不能改变 除非你是玄门宗师级别的高人 可你这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是玄门宗师呢 哼 现在煞气散尽 该改天换日了 哼 挂阵四方 齐 四方归位 八方俱彩 走 这 这 是怎么可能 王后七门 王后七门正头法术 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 不可能 还绝对不可能 王后七门只有前少天师张玄临在会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你说的玄门和张玄临是什么 但是你 我知道了 一个吸引法阵被迫 遭受了反噬 看样子活不过三天 看来偷走皇家契运的人 就是你 小小子你竟敢污蔑我 你有什么中间 显而易见 王老 既然 你们皇家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就不再此地逗留了 告尊 大师 李大师 难道我们家祖坟真的是被这个和中天暗中做了手脚吗 他遭受了反噬 活不过三天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他会回来求我的 到时候一切就都知道 好 一切都听李大师的 喂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哈哈 好好 我这就回去 李大师 我儿子死还醒了 咱们先回去看看吧 爸 好了 谢谢你啊李大师 不必客气了 叫我大师都给我叫老了 叫我前程吧 就是丫头啊 叫李大师多身份啊 以后就叫李大哥 李大哥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你中了血啊 多亏了李大师 才捡回一条命 多谢大师的手 黄叔叔 这使不得 是的 你应该受他这一半 你不但是救了我儿子四海 还健庇的救了我们皇家呀 这张卡有五百万 感谢你救了我们皇家 妈妈逼啊 五百万 怎么 嫌少 那我再开个八百万的支票 不不不 是多 太多了 那就收下吧 我们皇家上下 还不值这五百万吗 那我就收下了 这钱这么好扯 我爷爷怎么会那么错啊 这次多亏你帮了我 不然我们皇家可就完了 遇见就是缘分 其实啊 你也帮了我大忙 我帮你 当然了 你姓黄 你就是我命中注定之人 我只有遇见你才能开挂 我 命中注定 嗯 喂 萌萌 我好害怕 你能晚陪陪我吗 怎么回事 你你你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我怀孕了 啊 你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啊 是不是被渣男给骗了 你告诉我他在哪 我现在就去见了他 雅如 我没有男朋友你还不知道吗 我还是处女呢 啊 说来话长 你快来吧 我害怕 啊 好好好你等着我 怎么了 我好朋友林梦 他跟我打电话说他怀孕了 可是据我所知他从来都没有交过男朋友 还是个处女呢 怎么会怀孕呀 处女怀孕 这事啊 恐怕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他怀的 可能 不是人 莫莫 你 你这怎么了这是 这肚子怎么大成这样了呀 雅如 我 他是谁啊 这个啊 是李大师 蒜蜜风水驱邪药精 他怀孕你可能是中邪了 所以我就过来看着你 可是 我的事不像两人知道 你这个怀孕可不一般呢 难道你不想解决吗 想 我当然想 可你 看着也不像能驱邪的大师啊 哎 蒙蒙 李大师很厉害的 我们皇家的面门之后 都是靠着李大师才走过一劫的 还有啊 祖和大师的关门弟子和中天 都不是他的一种呢 行吧 你们跟我进去 莫莫 你和叔叔到底怎么回事啊 让大师跟你借了办吧 这事 还要从三个月之前说起 这种情况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 我这肚子这一个月一天比一天的大 我试过各种的打太阳 还有跑步跳绳我都试过 可这肚子还是在不停的鞭打 鸭若你一定要帮我 放心吧 莫莫 李大师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根据他描述的情况 应该是被色鬼纠缠怀了鬼胎 但是 别但是了 你快说吧 想要解决鬼胎 只有把那个色鬼杀了 一切迎人而解 可色鬼一般不会让人类换上鬼胎啊 这对他没有好处 李萌 最近一段时间 色鬼来找过你吗 没有 他眼神多闪 呼吸急促 肯定你说实话 李萌 你和雅如是多年的好友和闺蜜了吧 对 我们从小时候就认识 关系最好了 黄雅如就是个普通人 他根本不会驱邪避凶 这种事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了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说实话吧 要不然 谁也救不了你 雅如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也没办法 哈哈哈哈 你 我已经玩弃了 再给我找个漂亮骨子 我就犯了你 不可能 不可能 嗯 不要着急拒绝吗 我看 你手机上有张照片 上面那个姑娘 就很不错 把他拼过来 你就解释了 雅如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可能陪伴他 哈哈哈哈 那就没办法 你回首我的背叉 中生 都不法白脱 我会纠缠 啊 哈哈 啊 李某 我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 你竟然这样坑我 雅如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你也不想看见我被鬼缠身吧 看在咱们是多年闺蜜的份上 你就救救我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李大哥 我们走 不管他了 不行 不能走 为什么呀 那个色鬼已经盯上你了 你今天来了他家 那个色鬼能顺着你的气味找到你 除非把他杀了 否则 后患无穷 李大哥 你快点帮帮我呀 放心吧 交给我吧 不过 今晚你要好好配合我 李大哥 我为什么要脱光呀 我已经在你身上画了符咒 你只有裸睡 才能更好地把那个色鬼引诱出来 那李大哥 我要一整晚都得裸睡吗 当然 女人的气息对那个色鬼很敏感 我是要靠你把它引出来 李大哥 你干嘛 我还光正呢 这样不好吧 我提身保护你呀 这样等到晚上才能一举拿下 不行 你下去 快下去 我得保护你呀 你给我滚下去 李夏若 你揣到我发气了 你给我躲柜子里 不能上我的船 好吧 好吧 小宝贝 小宝贝 打他自围 看风 说 为何在此坏人间 神仙 小的没有坏人间 梦梦 是我第一个目标除了给他冲澗灭台 我连他的阳气都没有吸收 蜜大哥 你不要相信他 还说没有 那林梦的肚子 不是你搞大的吗 想的就是画画 不立法帮他进出 你还在外面出门 就上线找我一条行李 你为何偏偏找上林梦 我也不知道 就是飘着飘着 觉得这个地方 有我喜欢的气味 就进来 我真的没有害得到别人 爷爷跟我说过 上天有好生之德 既然是出饭 就放他投胎去吧 好吧 念在你是出饭 我便祝你投胎转世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一定将你回飞魄散 是 李大师 刚才那色鬼走了没路 放心吧 走了 而且他不会再回来了 李大师 我好了 我肚子没有了 李大师 谢谢你 你干什么呀 杀他 不好意思啊 雅如 我就是意识情急 那个 这个事了结了 我先走了 不行 李大师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要不你在这凑合一晚上吗 那好吧 我在外面沙发对付一宿 你俩先睡吧 不行 又怎么了 我害怕 我害怕 今天晚上你陪着我睡吧 可以去扯上了 你快进来呀 刚才就是因为你不在 才差点让色鬼走逞的 那行吧 你们这是我家 你去那干嘛 你害怕我就不害怕了 万一那色鬼再来怎么办 李大师抱住 我也要抱抱 爷爷没告诉我 解决了皇家的问题之后 还会有桃花运呢 这两个女人要是同时 爹呀 来 黄老 黄小姐可是我们王家的未婚妻 这小子是谁呀 王总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可是李前程李大师 是个真正的风水大师 前段时间 就是由他 我们黄家才躲过一切的 毛龙没长期就叫大师 黄老 你年龄再大 也不能被这小辈给蒙骗呀 这混蛋谁呀 我又没惹你 怎么突然上来就炸毛 雅如 今天你王伯伯来 亲自上门就是跟你提 你和王天英的婚事的 你看你们就 雅如怎么还有天使 可是这姓王的老家伙 怎么杀气缠神呢 我不嫁 那王天英就是个张花燃草的人 而且还占了脏东西 王家已经请了三个大师去看了 结果这三个大师 全部都死在家里了 啊 王家主 何有此事啊 事又怎么样 就因为我儿子中邪 所以才用正门婚事充起 今天 我就是来商议婚事 不可能 我已经跟李大师私订终身 以身相许了 什么 雅如 姑娘家可不能乱说话 这什么情况 我只是跟你睡一张床 什么时候跟一身相许了 李大哥 你快说是不是嘛 啊 是 我跟王雅如一见钟情 我们已经决定了 私定如山 闭 小子你找死 你知道我是谁办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知道 你已经时日不多了 放心 你再敢胡说 老子撕了你的嘴 你儿子中了邪 危在旦夕 如果过了今晚还不救他 你就等着收尸吧 黄老 这就是你口中的大师 简直可笑 你先想想黄总 李先生 你是不是真的看出什么了 黄老 你被这小子蒙蔽的不轻啊 黄总 你先少说两句 信我 李先生 我们皇家和王家可是视角 你如果真的看出什么 你就给老夫个薄面 就给他说说吧 好吧 你把他的八字给我 黄总 看李大师都来了 你就说说吧 说不定真有办法了 我跟王天阳 有指负我跟他婚约 我知道他的八字 王天阳是新以宁 更迎月 以丑日 五十三刻成人 不对啊 按照你儿子的这个八字 王天阳在十岁的时候 杨树就进了 不可能活到现在啊 看看黄老 这下你信了吧 前一段我儿子还来看你 这下怎么说 李大师 你这次可能真的能错了 不会错的 命书里王天阳就是个短命之人 不可能活过十岁的 混蛋 竟敢咒我儿子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割了舌头 是 住手 王总 请高抬跪手 李先生可是我请来的府上的贵宾 接着 你就给老朽一个薄面 放他去吧 好 既如此 让这小子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 我就看在黄老的面子上 不断追究 李先生 今天也确实是你算错了 他儿子王天阳 也的确没死 要不 你就吃醉一下 给王总认个错 不可能 我不可能算错 王总 这李先生 也确实是个神算 之前他字子算得很准的 要不这样 请李先生 到你府上给公子亲自看看 这个费用 老朽来处 哼 我就是用调狗 我也不用他 我已经请了祖贺大师的徒弟 和中天和大师前去驱邪 你小子现在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 我就看在黄老的面子上 饶你不死 李大师 李大师救我 何大师 你怎么回来了 我儿子呢 谁敢 李大师 李大师 救我 你的阵法又不是我所迫 我怎么能救得了你 李大师 我承认 是我动了皇家的祖坟 我看到皇家日记斗鸡 就动了邪念 李大师 我求你救救我吧 不 我给你钱 我把我所有的家都给你 何中天 还真的是你 你害了我们六个皇家的儿孙 今天 我一定要让你血振血肠 黄老 别冲动 他活不过今天中午 千万别脏了你的手啊 什么 李大师 救救我 快 你应该求的人不是我 而是皇家 如果皇家原谅你 我就为你破除凡事 黄老 求你原谅我 看在我师父祖祖大师的份上 功过相敌 我求求你 我赔 玄了你 我要是原谅你 我就和颜面九泉之下面见我们皇家的列祖列宗 还有我那六个冤死的皇家儿孙 我恨你 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错骨扬灰 你给我 我 李建真 你可知道 是玄门的人 我要是死了 这个玄门都不会放过你 还有你们皇家 我就要你们全家陪葬 时辰一到 何中天 你们吸引犯事马上就回地火门身而死 死了 这何大师就这么死了 死得好 那我儿子怎么办呢 这何中天 根本就斗不过李大师 这真神就在此 接下来该怎么做 不用我提醒了吧 李大师 刚才是我有眼无珠 不是泰山 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救救我儿子吧 想让我救也行 我有两个条件 可以 只要能救我儿子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第一 让王天雅和黄雅如的婚约取消 没有你 第二 您那 去外面的院子跪着 跪足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之后 我就去王家 你 你个臭小子 我已经给你认错了 你 你为什么 还要折住我 你换个其他的条件 我都答应你 李大师 这王总可是京城首富 一家家主 你要他在外面院子 一跪跪一个时辰 这成何体统啊 必须跪 否则 王家人一个也活不了 你 好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其他的大师 王老 告辞 哼 李大师 你这又是何苦呢 爷爷 李大哥昨天晚上被我折腾了一夜 还没好好休息呢 我先扶他回去休息了啊 折腾了一夜 李大师 果然是高人啊 王后积文 只有前哨天师张玄灵在会 你是谁 李到底是谁 玄门 张玄灵 难道我前世真的是玄门中人 李大师 李大师 你们闪开 李大师 救救你救救我儿子吧 我老公不跪 我给你跪 跪多久都没有问题 你什么人啊 李大师 我是王天阳的母亲 刚刚我老公得罪了你 我替他向你赔罪 我老公在京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没法跪 我这个父道人家不在乎什么脸 你 只要能救我儿子 让我跪死到这里就行 李大师 王太太也挺可怜的 要不 你就帮帮他吧 我自由丧母 如果家们还在 应该也会为我这么做吧 好 我跟你去 老公 李大师来了 李大师 刚才是我的错 我跟你批里道歉 不必了 我是看着王太太的面子来的 您呢 去外面的院子找个太阳地跪着吧 跪足一个时辰 什么 你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那儿子的命重要 还是脸面重要 好 我王宏伟 堂堂一家之主 李大师 我给你下跪人做 您误会了 不是跪这里 而是去外面的院子 找个太阳地跪着 这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啊 你非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 救人是吧 让您跪着 不是为了羞辱您 你什么意思 你最近是不是感觉双膝发软 后背疼痛啊 你怎么知道啊 那是因为你为王天阳身上的邪碎 冲了煞气 如今还不是很严重 只要双阳入会就能够解决 所谓双阳就是天阳和地阳 天阳就是天上的阳光 地阳就是光照之地 阳光照在头顶入百慧 地阳通过双膝进入身体 双阳交汇 一个时辰之后 煞气自然化解 我让你去外面跪着 其实是为了救你 哦 原来如此啊 刚才是我错怪大师了 我现在就去跪着 不对啊 此处没有任何煞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太太 你儿子到底怎么病的 哎呀 李大师 近几日来 天阳总是白天昏迷 不吃不喝 可是到了晚上 这房间里就传来唱戏的声音 天阳穿着戏服 唱戏奇舞 十分甚人 之前呀 有三位大师 留在房里驱邪 可是 没熬过前半夜 就死了 从那以后 就没有人 再敢靠近天阳的房间了 好 那我今晚就守在这里 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哎呦 那谢谢李大师了 你也是我爸妈找来驱邪的吧 是 没用的 你走吧 那三个到法高深的老家伙都死了 够何况你这个 看起来还没有我大的小子 放心吧 我命硬 一般鬼屋动不了我 嗯 我命硬 明月几时楼 阿九问晴天 不知天上风却 竟然是何里面 公子 小女唱歌 好听吗 好听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为何要附在王天阳身上呢 卢家柳妍 王天阳十岁时 无意间闯入了鬼域 恰巧我在旁边 救了她一命 本想着她会害怕的要命 可她却说 喜欢我 非要和我成亲 一个十岁的小孩子 说话能信吗 那也是缘分 这小子命格太团 我只能阴阳共体 帮她冲破命格 这才活到了现在 怪不到王天阳能活到现在 阴阳共体 那就是说 杀了这个女鬼 王天阳也就没命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杀了我是没用的 如今这小子 命格已经到头了 每多过一分钟 我的阴气 就会多占据这个身体一分 用不了三日 王天阳就死定了 那你说 我怎么才能帮你 你是 悬门中人 我不是悬门中人 你不是悬门中人 就没办法了 正好 你帮我捎句话 你让王家人 尽快找到悬门中人 这样 他的儿子就不会死 还能冲破命格 长命百岁 原来如此 这个柳烟在王天阳身上 就是为了借助王家的力量 找到悬门中人 你告诉我具体办法吧 没几天时间了 而且现在找到悬门中人 也不太现实 不妨 让我帮帮你 你既然不是悬门中人 就不要去送死了 我不想看到 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相信我 我不会让自己的命 白白丢掉的 而且 我也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说出你的理由 不然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门外现在有一个姑娘 她与王天阳指父为婚 奈何他们俩根本没有感情 现在我跟她相遇了 我们俩情投意合 只要我能把王天阳救回来 他们两个的婚事就此作罢 所以 我才非去不可 没想到 你也是个痴情的人 说不定 这小子真能帮我 解开缠绕千年的诅咒 好吧 我告诉你 奴家本是 大镜天宝四年 东京汴梁人士 乖乖 千年杀武啊 奴家自幼学习唱戏 跟随爹爹 跟随爹爹 行走江湖卖艺 后来我爹 惨死他乡 我被鬼灭老道抓获 整日被他折磨 活得不像个气 你为何不逃出来 那老道是悬门中人 他在我身上 中了符咒 我的魂魄被他操控 不得脱身 什么 没想到正派中人 也就如此白雷 就这样 我整日被他折磨 没过多久 便惨死 我死后 那老道将我的魂魄 囚禁在一座阵法内 又找来三十五个 跟我一样的鬼魂囚禁起来 那老道死后 也进入了阵法 他要我们 世世代代都伺候他 千年来 都是如此 可恶 那是豫王术 早在战国时期 被群邪道发明出来 生前不能为帝王 要在死后享受帝王的待遇 后来 历朝历代王公贵族们的陪葬 都无比惊人 就是为了在阴间 也能享受生前的待遇 豫王术 信仁公子知道 事和术法 那就一定有破解之法了 我只能先去看看 至于能不能破解 还要看情况而定 你是千年的鬼杀 那那个老道也是千年的鬼杀 我去 对了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十年前 王天阳去青牛村游玩 无意间踏入了阵法 我就趁机上了他的身 逃了出来 公子 如果你有机会破开阵法 找到我的骨灰带回来 这样王天阳自然无卖 好 我尽力吧 感谢公子帮助小女 小女 必有重心 兄弟 你没死啊 怎么 你很希望我死 我死了 你也就没法活了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没想到 你这么年轻 倒是比您三个老家伙强多了 过奖了 你走吧 我马上又要昏迷了 你还对自己挺了解的吗 说实话 我对于活着 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你不要逞强 能救救救 救不了 别把你自己打进去 放心吧 我为了救黄小姐 也得救你啊 雅如 先生 我这么出来了 吓死我了 李大师 那个 打扰一下 我儿子 他怎么样了 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我需要去青牛村一趟 青牛村 青牛村是我们老家呀 十年前 天阳回老家了一趟 再回来 他就大病了一趟 从那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去 对 就是那次 还记得我说过 王天阳活不过十岁吗 本来那天是他大县 后来 他遇到了个女鬼 上了他的身 护了他十年 所以他才活到现在 那也就是说 上我儿子身的女鬼 是天阳的救命恩人 对 那个女鬼叫柳烟 十年来 他与王天阳阴阳共生 王天阳如今的阳气 几乎被耗尽了 他为了救王天阳 才不得不知道混乱 一再引出能够解救 自己和王天阳的人出现 哦 原来如此啊 我找到新柳村的位置了 这个村子荒废了很久 现在成一个鬼村了 最近 有个网红惠子去探灵 刚刚失踪 事故已迟 马上出发 会会那个鬼村 别管他 转弯 立大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又回来了 不用管他 继续走 C大哥 这事是鬼啊 我害怕 我们可能是遇见鬼大墙了 这张扶你拿着 在车里登陆 炸弹妖孽 竟敢在此作乱害人 看风 说 为何拉我去了 官人 前方道路凶险 罗家这是为你好啊 官人 莫非 你也是大宋女子 是 官人 你都知道 你可认识柳烟 认识 她是我的好姐妹妹 不过 十年前 她就从这里逃了出去 我这次 就是受柳烟所托 前来取回她的骨灰 大官人 我劝你 不要白白网送信用 前方 我还使用地上大阵 凶险万分啊 你去了 必死无疑 你说的这阵法 可是那鬼面倒是做不下的 是 大官人原来都知道 既然前方有阵法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前几日 庆游村来了一个女子 她闯入阵中 深得老道的欢心 于是 就捕获了她的魂魄 那地煞大阵 只能容纳三十六个魂魄 所以 老道 就将我放了出来 我怕再有人丧命 所以 日日守在这里拦路 原来如此 看来你也是好心人的 放心 我这次就是来救你们的 我要破了这地下阵法 和你们自由 官人 那你肯定是悬门中人了 不是啊 哎 你们凭什么认定 只有悬门中人才能救你们 对 你们所不知 那个虾眼老子 就是悬门中人 他的阵法 是悬门 只有悬门中人才能破解 如果官人不是悬门中人 我劝您还是请回报 放心吧 悬门法术 我也略知一二 我可以救你们 放心吧 悬门法术 我也略知一二 我可以救你们 太好了 这下我们有救了 那些姐妹 再也不用承受 她千年的折磨了 官人 我给您带路 好 快 跪下去 好 本宫 就是这里 这就是刚才的名鬼吗 是 她刚才只是为了 不让我们进入老大的陷阱 没坏心思 她也是柳燕的姐妹 对不起啊 那部姐姐 这里面 就是那鬼灭老大的阵阱所在 我们三十六个姐妹的捕灰 都被埋在下面 只有破了阵阱 就能将骨灰取出来 我知道了 看我破这老道邪阵 你帮我保护下她 好 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 还给我送来了一个觉醒的美女 我学买了一名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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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神 偿我 天地无际 前回见法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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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神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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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洞隐七年纪彩的一期就提 三十星一分就 那怎么办 姐姐 你快救救他 我进不去 我只要靠近 我的魂魄就会吹三花走飞灰 你快走 我都出来了 我偏死为你追求你献生机 我不走 你要死 我跟这个一起死 你也傻了 你要是被那老洞情统 就会千百年的非他熟悉 那彼死还要去乱万分 他冒死来救我们 我根本看不了你被他抓住 快走 我不能丢下他 我根本看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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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我帮我找出一个名字 你老子的头部 你个赵道士 可你也是玄门中人 居然学 帝王术这样的邪术 难道你不怕伺候下的意义吗 下地区 人生的灵魂 新冠军 全身的灵魂 三十命以后 在万会的人 他神仙的属帮 只要我的阵法还在 只要你死亡 买何不得 你道歉 爸爸 不妄想 就算死 我也要给你空归晕 空归晕 就凭你兵之死 黄宝 大胆妖孽 找死 雅如 少爷 你真的不认识 少爷 你不是雅如 哦 你是三年前 为我召唤的那个姐姐 少爷 叶青就在来迟 请少爷治罪 叶青 我爷爷说当年 召来的那个魂魄 不是我自己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身体里的灵魂 到底是谁的 你身体里的灵魂 是龙虎山 少天师 张玄灵 张玄灵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件事 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 八大学们叛变 围攻天师府 他们事先在您的嘴里下了丹世情 您中毒以后 力战八大学们长 最后死在龙虎山 最后时刻 您的魂魄离底 让我帮您找到何事宿主 于是 就遇见了 天命神算的李成锋 原来是这样 我抹去了您的记忆 是怕八大学们的人找到 如今您已经长大 跟李成成的身体也融合得差不多了 我们是时候 找学们的人逛手了 那我以前是不是很厉害 当然 您是龙虎山百年难得一遇的器材 十几岁就领悟了 风后奇门 八大学们不甘心被您压制 所以才用卑劣的手段 想要除掉你 我说呢 怎么那些奇门八卦的书 我一看就混 风后奇门也是无师自通 原来这些都是带着我前世的记忆 少爷 您这句身体太弱了 根本无法承受您开启强大的功法 什么意思 刚才您开启奇门盘 才开到树杖之内就唾血不止 这就是名证 那我前世能开启多大的奇门盘 覆盖环宇 无所不包 什么 那也太夸张了吧 那不就跟神仙差不多了 别担心 只要你肯上进 一定可以恢复功力的 对了 李昌分离死前 用绝命挂 为你占卜出你修炼的卢顶 你找到了吗 卢顶 你是说黄小姐 对 你如今的修炼 还停留在住基纪 负面一步一个卡 只有配合卢顶一起双修 你的功力才能不断的精进 少爷 这个是楼鼓山镇山之宝 我资质不够 你要轻易修炼才是 我资质不断 你要轻易修炼才是 你是说 我必须要跟黄小姐双修 才能练成这制高功法吗 是 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您上次使用 丰厚奇门法术 被和中天上报了旋门 他们已经对您起了迷信 您现在还处于助基阶段 开启的奇门盘不过树上 而且没有钢气加成 威力也低 如果旋门此时杀来 您肯定性命不保 所以 我才不得已而现实 难道你一直都藏在旋门内容吗 是的 我要为您打探虚实 找到当年 到底是谁策划的旋门反派 真是辛苦你了 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秦成 太好了 人家活着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放心吧 我已经拿到了柳檐的骨灰 那个臭道士已经魂飞魄散 阵法也破了 对了 那个白鱼女鬼呢 我 我不知道呀 我一醒来 我就一个人在车里 我也不知道你去哪了 哦 我知道了 她应该是救她的姐妹们去了 这个 就是附身王天阳身上 那个女鬼的魂魄 是 我们快回去吧 再晚王天撑不住了 好 李大师 您终于回来了 事情办得还顺利吧 一切顺利 柳檐的骨灰拿到了 太好了 实在太好了 那您现在就去救钱养吗 你个富道人家 着什么急 大师舟车劳顿 先喝点水再说 不必了不必了 我知道你们着急 先处理王公子的事吧 这样大家都安心 哎呦 那就太感谢李大师了 事成之后 必定后报 对对对 身骨为美 灵魂为银 请 多谢公子 大恩大德 柳檐有恃不忘 那老道已经被我解决了 包括你那三十五个姐妹 也都转世投胎了 现在就差你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千年苦难 终于解脱了 到了地府 我会为您立长生牌 每日相伙供奉 与您长命百岁 谢谢大师 来日若再相见 柳檐必报大恩 我这是怎么了 这是白天 我醒了 你醒了 柳檐已经走了 你的命格已改 余生可以平安度过了 什么 柳檐走了 我叫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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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大儿啊 你可算没事了 可把你妈我急死了呀 妈 我不要柳檐走 我不要柳檐走 都不是那个臭小子 你把柳檐给我弄回来 放着 你的小命就是李大师 从鬼门关给你拉回来的 柳檐在你身体里 你的小命再有命保 死就死了 反正没有柳檐 我屋里没什么意思 我不要柳檐 我要柳檐 我再给你 好了 王总 你干什么 儿子才刚好 你感动了 我给你明白 好了 王总 天仰对柳檐感情至深 柳檐毕竟守护她了十年 令她度过命里的劫难 柳檐也算是你们王家的恩人 对对对 柳檐也的确算是我们王家的恩人 对对对 我建议你们王家为柳檐设立一个香火牌位 这样她在往生的道路上有香火供奉 也能偷个好人家 好好 我现在就命人去给柳檐设立香火牌位 就按我们王家媳妇的规格去拜 这下满意了吧 李大师 您真是我们王家的大恩人 你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就拿嘴感谢呀 快拿出实际行动啊 你看我这脑子 大师 这张卡你拿着 里面有一个一的报处 另外这个是云顶天宫的独栋别墅 你随便住 这 拿着呀 怎么 李大师 您嫌少啊 没问到 我再把公司的百分之五的份额 问你 这个一年保守收入 两个亿 爸 你是不是傻呀 这小子他根本就不是嫌少 他是被你这个土豪给吓到了 说的对 王总 我一个乡下的孩子 确实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是真不敢拿 哎呀 李大师 您就拿着吧 我这个人呢 别的本事没有 我就会赚钱 就给你这点啊 几个月就很本了 对对对 李大师安心拿着 云顶天宫的别墅啊 我也安排人去打扫了 您随时都可以去住 对了 我儿子天阳多亏了您的救命之恩 要不然这样 让他任您做干爹 也好保他一世平安呢 干爹 这小子他有我大了 你懂什么呀 这个李大师 法可通天 世俗的年龄 这不算什么 趁着父母在 赶紧任干爹 王总 王总 这真是不得 哎呀 李大师 您就别客气了啊 天阳能任您做干爹 那是他的福分 天阳 快客奴 哎呀 你快呀 天阳 认干爹就是认靠山 就和李大师 你这辈子就心肝顺碎了 我不认 你 要让你不认 你 你个头奈 好了 那既然有缘分 我就收你为徒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 天命神算的弟子 如何 天命神算 您真愿意叫我补光 看你资质了 师父在上 请找徒儿一拜 嗯 徒儿 你还有什么心事啊 师父 柳烟在进入我身体时 就告知了一切 我本不相信 十岁就是我的天命 但随着时间推移 柳烟确实帮我 打了不少才 这十年接住下来 我也深深爱上了 这个来自千年情的姑娘 一饮一酌 自有因果 福西获所医 天命自定了 是啊 后来几次 柳烟都跟我提出要求 鼠咬回到那个地方 但我不愿意 并出烟危险 他要是走 我就敢自杀 真不能多为夫妻 那就死了 共战的老刀 哼 没想到啊 你还是这么痴情的人 可这最后 我还是妥急了 如今柳烟同彩转世 师父 你说我还有机会 再去见人吗 看来 这才是你愿意拜我为师的真实想法吧 真实什么都瞒不过 师父 好 这本你拿着 希望再见到你时 你能学有所成 算出柳烟的投胎方位 谢谢师父 哦 对了 那个 我与雅如情投意合 你和他指负为婚的事 师父 您就放心吧 我怎么还敢寄予师娘呢 祝您和师娘 百年好合 总是为此 爸 李大师 看样子 事情都解决了 对 事情都解决了 李大师 虽然你是高人 但是破坏我女儿婚事这件事 我们还是要好好说说 啊 黄伯伯 我当然负责了 不知道黄伯伯愿不愿意 把雅如许配给我 好 小老子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李大师能做我的成龙派训 那是我黄家的福分啊 爸 谁家还在这呢 怎么 雅如 你难道不愿意吗 要不就算了吧 此事做吧 爸 你们 你们就是这种欺负 哎 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结婚就要有房子 正好我们黄家在立水湾 有一套闲置的别墅 你们俩先在那里住层 黄伯伯 房子不必了 已经有了 有了 对 刚刚王红伟将云顶天宫的别墅 作为报酬送给了我 云顶天宫可是整个京城 位置最好的地方 房子价值动辄几个亿 请问 两个人有约吗 我们想看一下天宫这套别墅 好的请稍等 我叫下徐经理 徐经理就知两回可 你 前程 你个穷光弹乡八老 还敢来看别墅 你疯了吧你 这人你认识 小学同学 把这两个人给我放进去 我们这是高档别墅 不欢迎收获烂的 是 徐媛媛 你不要狗眼看人地 我们好歹一个村的 你对我这么刻薄 是对从前的自己有多不满意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 我一路上大学飞黄足达 现在在云顶天宫做销售主管 年薪百万 还是你呢 从小不学武术 跟着你那个神盾爷爷招摇撞骗 现在骗到我公司里来了 我不抱歉抓你啊 就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徐媛 徐媛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谁啊 我 皇家大小姐 黄雅图 我是皇家大小姐 黄雅图 呀 紫盘忽悠我来了 看看你们俩 你这一身浑身上下 十二百块钱吗 还有你 一身高枣 最多呀 也就几千块钱吧 是他用半年工资给你买的吧 还肯冒充皇家大小姐 毕贤诚 你还要不要脸呀 这 你 你还真是个狗眼看人家的贱人 你个小贱人你敢骂我 习看就是出去卖的 没掉凯子吧 让这个王八蛋乡八老给互弄了 真是丢人啊 徐媛媛 你妈没教过你怎么做人吗 你敢打我 不安把这两个人跟我护出去 把他们都快打断 我看谁敢动 我是天宫的主人 你拿上破塔 就敢冒成天宫的主人 你知道天宫被谁买走了吗 不就是王洪伟吗 他让他儿子任我做干爹 被我拒绝了 所以我收了他儿子做徒弟 放屁 你敢侮辱大少爷 他愣着干什么呀 动手 我看谁敢动 我打个电话 喂 王总 您这圆顶天宫啊 我是住不下了 李大师 您是看不上吗 这可是京城最好的房子了 那倒不是 只是有一个叫徐媛媛的 挡着路还骂人是土鳖 骂雅如是贱人 您这圆顶天宫啊 实在是太高贵了 我们真的是住不下了 干嘛的 吃了雄心豹子胆子了 这个徐媛媛是个什么东西 李大师 您稍安顾早 我打个电话 马上给您一个交代 等着吧 马上你主子就会打电话给你 你还装呢 你要是有王总的电话呀 可按斤吃屎 喂 王总 您怎么今次打电话了 徐媛媛 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位名叫李贤诚的年轻人 李贤诚 对 干嘛的 徐媛媛 你是不是想死 老子的贵宾你都干出来了 现在给我向李大师磕头认罪 然后卷狂干滚蛋 否则 你就等着全行业封杀吧 哎 徐媛媛 刚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悲伤 徐媛媛 被打脸的感觉 爽不爽 被打脸的感觉 爽不爽 天成 我错了 我归也开人低 你就饶购我吧 我们是老乡 如果王总全行一封杀我 我可就全完了 老乡 刚才怎么没见你对老乡这么热情啊 秦诚 我呀 其实一直都暗恋你 只要你这句话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你就帮我给王总求求情 把解释你 我求求你了 别见人 别想着我老公的衣服 别滚 太阳以后出门得看皇历了 算了吧 那还不把自己给累死 毕竟啊 这种人是少数 过好自己就行了 那老公 咱们去看婚房去吧 呦 这还没领事呢 这么猴急啊 讨厌 真是个好地方啊 背靠胡府 脚下大地 灵气充盈的都快溢出来了 易大哥 这也就是环境好一点 有你说的那么好 你进来之后有没有感觉到 空气非常的清新 身体都轻盈了许多 被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有一点 你不是休闹之人 对灵气反应迟钝 哪怕是这样 人如果天天住在这种环境 都能延年益寿 拥抱青春 你俩哥说得真好 那我们去别书 坐在那里 走 走 哇 真是奢华 我村里的家跟这相比 简直就是狗窝 老公 你说这以后 真的就是咱们的家了吗 对 这里以后 就是我们的家了 爷爷要是看到我现在 肯定会高兴的吧 老公 怎么了 不好 这里灵力太充沛 引动了体内真机暴走 爷如 你在外面守着 任何人来 都不能让他们打扰我 好 唯有任性居八粮 就须应警问林球 起门开 几分钟的八门已开 天内阴气完美融合 就差顿甲中的最后一甲 谢甲 趁着打铁 一举拿下 一无知名 盖令周天 谢甲 归 怎么会这样 难道凭我一人 真的无法突破关口 看来眼镜说得对 我这具身体太弱了 根本无法承受着至高功法的能量 怎么办 钱神哥他刚刚好像很痛苦 不会做活入魔了吧 您是龙王小姐吗 您是 我是王总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在下龙奥片 您就是龙奥吧 您找钱神什么事 不是自己人 我也就不绕圈子了 王小姐 我生意上出了点小问题 想请李大师帮忙 劳烦黄小姐带回传品 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来 那您稍等 我进去看一下 谢谢 谢谢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先生 这个怎么了 没事 刚才连工 太急于秋成 没想到最后入魔了 现在替你真气乱酸 还没想到 没跟你成亲 就变成废人了 怎么不这样 早先生 我去医院 你医院治不了我的伤了 啊 这个怎么办啊 也如 其实我一直都没跟你说 你就是我 民众注定的目的 是上天 安排我们相遇的 现在只要你救我了 无论情况如何 我都不想害了你 什么是鲁顶啊 就是修道之人 用命格相应的人的身体 做财补 以达到修炼法术的提升 财补 你的意思是那样 对 就是阴阳财补双修 哎呀 你早说嘛 这不现成的嘛 鲁鲁帽子走火 我磨双修 分内就干什么呀 可是 哎呀别可是了 反正咱们都要结婚了 在我心里 我嫂就是你的人了 咱们快脱光衣服 一起穿修吧 哎哎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哎呀考虑什么呀 长考出售旗 前面有些再说 哎呀 这个 黄小姐怎么还不出来 难道李大师不想见我 就不咱们直接进去吧 那怎么行 万一李大师升级怎么来 哎 哎 哎 有声音 不好 是打斗手 李大师有威胁 杀 李大师 啊 啊 你们是谁 谁让你们进来的 哈哈哈 李大师 呃 刚才我听到里面有打斗的声音 你以为您有危险 您现在还需要帮忙吗 滚 哎 好嘞 走走走 快走 走 走 羞死人了 这是谁啊 这人忘了 他是娱乐圈的人 他叫龙若天 而且也是王总的朋友 此次前来 是不是没来求见你的 不见 可是那他要是把刚才的事说出去怎么办呀 他可是娱乐圈的人 八卦新闻什么的很擅长的 好吧 那我就会会他吧 嗯 好了 好了 现在感觉真气流畅自如 功力提升了不少 我看你就是装的 你不用这么便宜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 谢谢你啊 亲爱的 哎 李大师 那个刚才你闭光修炼啊 我是不是没看到 你们 刚才你们看到李大师和黄耀姐在床上在什么了吗 没有 我们没看到李大师和黄耀姐在床上 哎 行行行 出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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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师 这里有一个意义 垂子监铁不成敬意 请李大师笑话 看来这忙 我不得不帮了 说吧龙老板 什么事 哎呀 在下一个影视公司最近出了年兴的麻烦 后来经王总的介绍 特意请李大师来帮忙啊 龙老板 具体是什么事啊 哎 是这么死人啊 而且一连死了十几个人啊 啊 难道是有邪随作怪 对 最近我让一个新戏开进 是一个古装战争戏 光置警费就花了六个亿 城门 城墙 宫殿 全都一比一还原的 可是刚开盘第一天夜戏 男主角龙哪个闹来 死相惨不忍动 啊 开机第一天夜戏 男主角龙哪个闹来 死相惨不忍动 这也未必是邪速作怪吧 报警了吗 哦 可是警察来了之后啊 连监控都不看了 直接看我们拍摄素材 哎呦 诡异得很啊 拍得好好的 男主分流一下 就被割掉了脑袋 这科学根本解释不了啊 应该是撞了力上 对 所以警察呀 就封了影视城 可是 我们投资怎么办呢 所以啊 我就跟王总一商量 就换了男主 他从晚上铺整排 可是没想到 吉尔连山又发生了事故啊 连主演 带主撞 十几个人啊 一夜一夜一旦 都被砍了脑袋 等到第二天 我们去看的时候 那场面 吓得我直接就吐了呀 你的影视城在哪里啊 北芒山 将军品 嗯 正好 如今神工大成 可以去试试上 好 那既然龙老板这么信任我 那我就陪你走一趟 看看是什么 哎呀 多谢李先生啊 正好现在天快黑了 我们一块去 李大师 这就是我的影视城 这个影视城是新建的 为何透着这么强的杀气啊 这里是新建的影视城 为何透着这么强的杀气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这里啊 一到晚上就闹回 一个人都不敢来 我这几十亿的投资啊 就这么打水漂了 李大师啊 你可一定要为我好好看一看 这 是不是风水的问题啊 此地一山傍水 气息通达 是聚财之局 按理说 不应该出现这样招致破财的命案啊 对对对对对 何大师也是什么说的 我这里开业的时候 就是让何大师看的风水啊 啊 城墙 砍头 江军平 江军平 李大师 有什么问题吗 龙总 此地 为何叫江军平啊 这个 我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啊 据说这里 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了 经过时间和战争的心理 这里的建筑 早就灰飞烟灭 所以 我才在这里盖了影视城啊 您所指的江军平 可是有什么人埋在这里 哦 您不说我差点忘了 听当地的老人曾经说过 上千年前曾经有个将军路过这儿 不幸报病而亡 于是就就近埋在了这儿 从那以后 这里才改变为江军平 原来如此啊 我怀疑 这不是传说 而是荒山埋中谷 这里应该就是这位将军的坟种 你们在这里建了影视城 惊扰了他 所以他才出来作怪 那 要不要我在这里盖一个庙 或者 修一个牌坊什么 晚了 他已经被你激怒 我刚才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是这些复古的建筑 让他错乱了时空 让他还以为 他活在那个年代 我猜 那几个人 应该都是在城墙上死的吧 对对对对 力大是神算啊 那位将军 应该都把他们当成了守城的敌军 所以才斩下他们的头颅 啊 这 李大师 那我该怎么办 今晚我先会一会的 先聊聊再说 那就又老李大师了 靠 这就是那杀人的凶器了吧 杀气冲天 一看就不简单 来者何人 来者何人 过来吧 我靠 这教育竟然这么强 能动嘴 还是先别动手吧 将军 我请问你 前几日为何在此斩杀无功 武功 你说的 是前几日 还是姓李啊 不想 吓死 彭老大 真的打不过了 不知道蒙田大将军跟您什么关系啊 啊 这是家兄 蒙田是你哥 哎哟 当然认识了 那可是北极匈奴收复河内 让我们华夏放马阴山的盖世英雄啊 什么 家兄都创下了不适之功 你快跟我讲讲 太好了 就怕你不上钩了 既然上钩了 那就替我给你忽悠吧 别急 渴了 我把刚才那瓶水拿过来 咱们俩好好聊了 哎 哎 这水有剧毒 还没喝 就开始冒泡了 你竟然敢喝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生命之源呢 我们这个时代啊 叫它可乐 哎 多 你尝尝 好 给你喝 啊 麻 还挺甜 啊 对对对 就这味儿 有没有感觉一股气息顺流而下 舒爽了许多 哎呀 的确 嗯 不过啊 刚才啊 我会小兄弟了 哎 你快跟我讲讲 我驾兄的事情 不过从何说起呢 哎 将军 你是什么时候死的呀 哎呀 我也不知道呀 当年 大王派我去灭掉赵阔 我不小心就被流失击中 当时啊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仍然征战了三天三夜 行之此处啊 突然 就头晕眼花 追下马来 等我把箭头拔出来的时候 上面啊 竟然秀极奔奔 想来 赵国也是时日无多 战场上的军械 竟然都敢可扣 可 原来是感染破伤风死的 这位杀人无数的将军死得憋屈 所以杀其中 两千年来又没烧斩杀其他恶鬼凶徒 怪不得这么厉害 原来如此啊 难怪后来的事啊 您不知道 你此话何意 就要蒙骗了 您且听我细细道来 在您死之后 大将军王俭率三十万大军功诏 一举攻灭了赵国 升起了赵王燕 好 王俭将军不愧是军神 为我报仇了 不但如此啊 几年后 王俭将军又亲率大军 攻灭楚国 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大势 好 杀一人为贼 杀万人为雄 杀万万人为雄 杀万万人为雄中雄 难怪我足兄 与王俭将军一让有加 那后来呢 我足兄呢 蒙田将军率军 攻灭了齐国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最后一块信徒 六国灭了 啊 对啊 大王英明 六国终于灭了 五天之下 再也不会有战争啊 大王万岁 万万岁 秦王不但统一了六国 还攻灭了南越 北拒匈奴 将华夏大帝的基本盘 扩大了一倍 自此成为千古一帝 又成秦始皇 太好了 大王获奉千古一帝 实至名贵啊 那如今那片土地可都是我们秦国的土地 呃 这个啊 秦国之后就 之后怎么样 上次啊 有个匹夫 竟然敢对我叫嚣 说秦国亡了 大王的陵墓 还被规划成了景区 起来啊 我当下就把他批了 批批批 你这个武夫出了批人还会干啥 啊 没有啊 秦怎么会亡呢 我们现在华夏大帝都是秦人的子孙啊 哎 我就说嘛 秦不可能亡 但凡大王有王锦 蒙田有一个在 秦都不可能亡 是 是 后来呢 后来如何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颁布了造福子孙沿用至今的三道政令 啊 哪三道 快讲 第一 书同文 书同文 这是何意 六国之间 都有一些自己的文字和行文习惯 使用起来极不方便 于是秦始皇就统一成了一种文字 大王高明啊 六国 那些杂七杂八的文字 统一废除了 中文 那第二条政令是什么 快快讲来 第二条 车同鬼 好啊 这个太好了 这要拍拍你自己大腿啊 车同鬼之后 地面的车者啊 就一样了 那样马车啊 就能行驶在其中 比旁边的泥地好多了 无论是秦军还是百姓 都能享受好处 那 最后一个呢 接下来就是统一度量衡 让六国的老百姓统一用一种计量单位 避免了交易的难度 好 大王 这是英明神武 这三条每一条都切中了要害 估计啊 这都是李斯那个混蛋想出来的鬼点子 好 大王 这还不算晚 上面那三条是奠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倒的根基 接下来则是让我们明阳世界的战功 快说快说 提到大仗 那我可就更精神了 我哥 都给下了什么军伯 你快给我好好讲讲 大将军蒙田是一代英豪 统一六国之后 使皇帝派蒙田率三十万大军驻守北疆 蒙田北驻长城一具匈奴 时至今日两千年后 长城依旧屹立不倒 哈哈哈哈 好 我兄长果然是好样的 大王呢 大王现在怎么样了 大王 你是说嬴政啊 对啊 大王生前派徐福去找那长城不老妖 找到没有 这个 哼 上次啊 有个混蛋 说大王统一六国之后 不过十年就驾崩了 林秦啊 还被人开发成了警区 老子啊 一怒之下 开了他的头 没有 使皇帝没有死啊 他吃了长城不老妖 怎么可能死呢 对啊 那个陵墓只是世人 为了纪念秦始皇的功绩 给他做了衣冠种 嗯 对 这才对嘛 我就说大王不可能死 大王在哪里 快带我去见他 啊 我 嗯 不愿意 啊 不是 那个啊 秦始皇虽然没有死 但他的身体化作了神龙 成为华夏大帝这片土地上的脊梁 保佑这片土地上的子孙是太烟灭 你说的 可都是真的 当然 如今这片山川大帝每一寸都有秦始皇的功德 正因为龙魂的庇佑 我中华民族才得以传承不灭 雄力事件 大王 您至死都忽悠着大秦 蒙正不猜 愿追随大王而去 将这残魂融入大地守护一方平安 妈呀 我要是告诉他 清光二世而亡 使皇帝焚书康儒 蒙田被刺刺进 蒙将军非得把我剁了不可 小兄弟 谢谢你 让我见识了大秦的鸿铜伟业 到我下面我也可以 跟我的那些老兄弟们 好好续续救了 那老范将军 带着我的敬礼 我替一万华夏同胞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哈哈哈哈 有你这句话 我值了 听别如以赠送 我一个孤魂野鬼 身无常物 可灵兵斧子 就当送给你的礼物 我 这把战俘 沙场斩杀过无数人头 之后两千年 又斩杀无数厉鬼妖魔 如此杀气的兵器 更成世界第一神器啊 小兄弟再见 大王 卢兄 大秦的将士们 蒙正来了 恭送蒙将军 有了这战俘家长 我又提升了一个境界 我怕打悬门 你的末日来了 我怕打悬门